有的家长从孩子一出生就给孩子存教育金 有的家长自认为财力雄厚 自动放弃了助学金 有的家长行情恳恳半辈子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供孩子上好的大学 有的家长计划得早也计划得好 在不影响自己生活品质的同时 帮助孩子上了梦想的大学 我们说亲子关系中最远的距离 不是孩子在东岸家长在西岸 而是因为对教育理财的误解 造成了情绪或是精神或是经济的负债累累 那么奖学金助学金有哪些种类 如何申请什么是最佳的申请时间 如果错过了最佳的申请时间 又有哪一些的补救措施呢 接下来的这位讲师是资深家庭规划 理财规划师 也是资深的大学奖学金 助学金的申请专家 有请我们的Ms. Ginny Ling 给大家做一个精简版的分享 Gini 谢谢谢谢 谢谢Juna 然后我现在来share一下screen 大家有看到我的screen吗 可以 可以 可以是吧 好那谢谢大家 那我想说呢 今天呢 就很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然后来跟大家share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讲题 好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欢迎大家 反正就是把问题放在那个chat room上面 那我们最后会有一个Q&A的时间 来给大家分享 那其实像我自己本人呢 我自己是在Connagy Maryland毕业的 然后我是念Compute Science出生的 以前我也不是 我以前就是做Servoir Engineer 然后到后来我才就是说 转成那个做Finance Financial Planning 所以说关于学费这个事情 我是非常的有深刻的感触的 因为我们CMU呢 也是一个蛮昂贵的一个学校 但是on the other hand呢 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常常会有一个 思维的误区 就是认为说 我们读公立的学校 肯定是比较便宜的 读私立的学校 肯定是比较贵的 这句话呢 其实对也不对 对的部分是因为 学费上来讲是这样子没有错 那如果说是 以实际上掏腰包的角度来讲 这句话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你还得看 通常来讲私立学校 他可能因为他的那个resource 比较多嘛 所以说他可能给的这个钱 也给的比较大方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今天就用20分钟的时间 可能很快的给大家报告一下 这样子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反正欢迎大家就是 post的在chat里面 对那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idea 就是说 现在的学费多少钱了 以Berkeley来讲的话 这是UC系列的嘛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是州民 加州州民的话呢 那其实大概如果说 尤其我们如果又是在湾区的话 那可能住在家里 其实呢您一个一年 其实应该不到一年 应该是九个月的时间 您应该期待的数字 大概是在三万块钱美金 那当然如果说您今天并不是加州的州民 那您可能是外州的州民的话 那这个部分您可能cost又再更高一点点 可能就是到一个四万二这样子 那这个是在他们的一个网页上 大家可以去看 那如果说我们以私立学校湾区的 另外很有名的私立学校Stanford来讲的话 那这个数字就更不得了了 你看这个total是七万八千块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Stanford呢 他们这个学费 他们每年是4%的成长 因为我们常常都是 每年都会去观察他的一个学费的增长情形 所以呢他其实每年都是很固定的 4%的一个成长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Stanford他其实是蛮慷慨的 他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一个家庭 你如果赚的income收入不到13万美金 然后你的那个assets typical asset 那what does that mean 就是说你的资产的部分不超过30万 那资产有些钱是算有些钱不算的 那在这种状况下的话呢 他学费是全面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读Berkeley不见得比较便宜 读Stanford不见得比较贵 这个完全是看你自己掏腰包 要掏多少钱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呢 其实大家是有必要稍微了解一下游戏规则的 因为好多人就会跟我讲说 哎呀那这个奖助学金呢 那肯定就是要嘛就是奖学金 像第一种你说financial resources 第一类型就是属于奖学金的部分 那说奖学金这个事情呢 就是要看每个学生的个人的一个状况啦 我想这个地方其实像Grace刚刚也分享了很多 我怎么样把我的小孩子能够让他们表现出 他们最好的一个强项 然后那样学校就很想要录取他就给 这种Mary Bates的一个scholarship 那我们今天呢讨论的主要不是Mary Bates的scholarship 这个是Grace的专业的领域 那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说 如果说我是自己我们想要拿钱 拿助学金的话 那我要去考虑什么事情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我今天就是自奖腰包啦 那我自己也存了一些钱 然后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funding 以及当然我所谓的tax scholarship 这就是说呢如果说有经过一些 好的一个合理的省税规划的话 你其实税省下来的钱 它就是可以去当学备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也许没有机会 琢磨太多 但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在湾区来讲 如果大家都是比较属于高收入的家庭 那你自己觉得说这个 这种need base的financial aid 我可能也许申请到机会不多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无论如何 你应该要多多的去琢磨跟考量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这一块 那有一些就是说特殊状况 比如说是军队的 有military的background 或者是说international study 那还有就是说像有一些大公司 比如说像我知道 比如说Quocom啦 Intel啦 这些都有提供奖助学金 给他自己员工的小孩子 那这就是属于特殊的一个考量 您可以看看您自己的雇主 就是说您如果是家长 然后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雇主 有没有提供这一类型的一个助学金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焦点放在 就是说是从need base的financial aid 也就是说助学金 那我自己本身是从台湾来的嘛 那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好像听到这种助学金 就觉得那非得是一个清寒家庭 你才可以申请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美国并不是这样子 美国它其实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事件嘛 它并不会说你非得到一个清寒的程度 你才能够去申请这种助学金 你只要说有这样子的财务上的需要 它就会视情况来决定要不要给钱 那这个是一个联邦上的 FAFSA 它是一个联邦的一个补助 那这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申请 它是FAFSA.ED.GOV 您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申请 那他就会去要求你填你相关的一些财务资料 那这是否所有的公立学校 他们都会去参考FAFSA的一个资料 来决定他要给多少从联邦这边的fonding 给出来的钱 那联邦的fonding基本上都是从大家出位 在座各位的税金出的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 您如果知道说它的游戏规则 你就会就是说就会就会比较占优势 如果您不知道它这个计算的方式 那您就会比较吃亏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如果您今天小孩子申请的是私立学校的话 那通常来讲有一个叫CSS Profile 这个是一个共用的平台 各个学校他们会在上面 加上自己的一个consideration 他会把它放上去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统一的一个申请的平台 让您可以同时申请好几个不同的学校 好那不管是今天是在讲FASA或CSS 我们今天以FASA为例子的话 其实在我们讲到这种助学金 它这里讲到就是一个财务的需要嘛 那它其实就是两个变数去组合的 一个叫做Cost of Attendance 也就是学校的学杂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Espended Family Contribution 就像我刚刚讲的美国 它其实是一个很认为 大家是个人主义的一个国家嘛 它认为就是说每个人也有 每个家庭应该要负担的一个部分 就是Espended Family Contribution 说实在话在这一个公式里面 我们对Cost of Attendance 能做的事情不多 因为这是学校决定的 所以我们能够去了解的 主要就是Espended Family Contribution 那你肯定是应该要把 你的Espended Family Contribution 降下来 那这样子你的Financial Need 就会比较高 但是问题在于说 你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说这里面的公式是怎么做计算 那通常来讲呢 它是这样子的考量的 一个就是说Parent Contribution 另外就是Student Contribution 那一般的状况下 当小孩子还是Dependent 就是他还是被抚养人口的时候 他一般都会去考量 父母的一个就是Contribution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 这大家他也有特别的考量 就是说如果我有两个小孩子 同时是在学校上学 那压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小孩的话 那他就会除以二 所以这个Contribution是怎么决定的呢 基本上是从收入跟资产决定的 就父母的收入 父母的资产 以及小孩子的收入 小孩子的资产 一般来说呢 父母的资产 他占的那个比重是比较轻的12% 那小孩子的资产 他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是20% 那如果说父母的收入 他占的是比较高 他是100% 那小孩子的收入呢 大概就占50% 但是他的那个收入是比较低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个是Source 您自己可以回头去看 那这是今年的2020到2021年的 一个formula 那他这一个PDF是蛮强的 大概八九十页的一个Document 但是在我们就是读完了之后 就是Summarize 就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好 那你说当我们在讨论资产这件事情 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 你说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 这个Family A跟Family B 明明两个是邻居 然后住在差不多的一个Zip Code 然后收入所得也差不多 为什么Family A他拿到了助学金 Family B他什么都没拿到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是跟他里面的钱 放在哪里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不是所有的钱都会被算成资产 他这里有特别给你讲 资产的定义是什么 好这个是资产呢 它包含您的房地产 但是您自己住的自用房是不包含的 那您的Rental Property 那以及还有相关的 比如说您的股票收入 您的股票对不起不是收入 股票的部分 然后您的CD Savings在银行里的 好那另外如果说您自己有存的 所谓的Qualified Education Benefit or Education Saving Account 比如说Cover Deal Saving Account 或者529 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这些部分都会算在资产里 他认为这个是 Part of你的 就是Family Espaded Family Contribution EFC的部分 那有些钱是不算在资产的 比方说像什么 比方说像您自己自用住宅的 那个Equity的部分 那我说我这个Mortgage已经付完了 但是这个Equity的部分 它是不算进去的 或者是说您如果是有所谓的 储蓄写的Cash Value Life Insurance 那这里面的Cash Value 它是不算进去的 那还有就是说 跟您自己的Retirement相关的 也就是退休金要用的 因为他认为说 今天这个父母 他是为自己的退休金存钱 而不是说这个退休金 他不把他考虑在 就是说小孩子的那个教育经理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他这里是不算进去 所以当这个部分 您如果理解了 这个哪些部分算资产 哪些部分不算资产的话 当我们再看到 这样同样一个公式 你会发现刚刚我讲的 Family A跟Family B 当他的钱 Position的地方不一样 那他可能再算出来 他的Expedic Family Contribution 就会不一样 好那有好多 我有蛮多客人 其实都是在戏骨工作的嘛 那可能也许是双薪家庭 那也许都是在 High Take 就是高科技业 从业人员这样子 所以他的很多人就会说 我的收入这么高 基本上我是不可能 Kolify了 所以他那个Foxer 他连申请他都不想去申请 因为他感觉这个事情 肯定是不成的 但是其实像我有一个客人 他本身就是在一家 很大的一个高科技公司 其实当时呢 他就觉得他自己收入 都已经二十几块三十万美金了 他觉得他肯定是申请不到 这个Ad Financial Ad 所以他连申请他都不申请的 但是后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公司就是宣布了一个Layoff 那当公司宣布Layoff的时候 这时候你有一个Change of Circumstances 在这种状况下 他如果当时他的资产 有做一些合理的配置的话 他其实就Most likely是Qualify 而且他们家其实也是需要 这一笔钱来让小孩子上大学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不管今天这个家庭 是怎么样的家庭 你想一年三四万美金 或者一年七八万美金 那都还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嘛 也很少有家庭可以说得上 说我真的是不需要这一笔钱的 但是在这种状况下 因为他当时没有做任何的资产规划 那其实后来就变成说 他没有办法拿到一个出学金的部分 这就比较可惜 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大家不管怎么样 其实不要自己心入为主的 就觉得说我一定是没有办法 拿到出学金的 那有可能在不同的状况下 也许您是Qualify的 如果您今天的收入在十几万 十几万美金的话 其实most likely household income十几万美金 most likely 应该是要能够拿到一些钱的 那如果说您今天的companed income 是在二十几万以上 也许拿出学金的机会是比较不容易了 但是呢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好 但是这个就是 就我刚刚讲到的第三件事情 说如果我今天要从自己手上 自己拿钱的话 sell funding 其实我有看过各式各样 very creative的方式了 那像是有一些人 他就会给我讲说 哎呀我这个钱呢 我就是买了一个房子 到时候我就出租 出租的钱到时候 我的小孩子要上学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房子给卖掉了 卖掉的时候 我这个钱不就是可以拿来 缴大学学费了吗 这个理想是非常 非常丰满的 现实有时候是挺骨感的 就是很多时候 他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等到我小孩子要上大学了 第一个可能碰到我的房子价钱 不是那么的理想 right 那第二个 有些很多人的状况是 哎其实我的房子涨价了 但是我就特别舍不得卖 因为一卖了就会有一个 tax的那个consequence 一卖了我就得讲 那个资本利得税嘛 所以大家就不甘愿卖 right 那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 您说在sell funding的部分 我要怎么样子放钱 放在哪里 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 来那其实比较常见的 有四种vehicle 第一种的话 大概就是乌嘛 那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说 小孩子他自己 我们用他们的名利 帮他拍一个信托账户 然后等到他成年了之后 那这个部分就是 变成是他的情况 这个有他的好处 就是他挺方便的 那他有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他的缺点就是 一旦这小孩子成年 他们这个钱就是他的 那其实父母 他是不能够 去有任何的control 那像我们有一个客人 他的状况就是说 他的小孩子 后来他其实有一笔钱 在他每年每年的压岁钱 包含帮他存的钱 给他开了一个乌马商户 然后结果等到 他后来上大学之后 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就去买了一台跑车 那本来这应该是 他的学费的 就变成了一台跑车了 那这个事情是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 做任何事情的 因为这就是他的钱 当他成年之后 所以owner是并没有 maintain这个control 然后那第二个 比较常见的 可能在湾区 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其实在外收 还是挺多的 就Coverdale 那这个是比较 之前的话 他有一个好处是说 K到12 他也是可以用的 那要么就是 college expense educational expense 也可以用 那一年的额度 是2000块钱 那他有他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有税上面的 一个优惠 好那拿钱的时候 你是如果是educational purpose 的话是不需要缴税的 但是他的缺点 就是因为一年 只有2000块 其实杯水车薪效果 可能存钱的效果 方数也并不是很大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他可能对financial aid 还是会被算在 那个资产的计算里 好那529 是大家比较常听到 耳熟能详的 其实我们也是做 529的planning 那但是我蛮多客人 他其实问我自己 personal的意见 我这是比较neutral一点的啦 因为我觉得529 这个就是要看 各个家庭的一个状况 那他其实以前的话 只能用在大学的 一个educational expense 那现在因为 川普他做的一个税改之后 是K到12的私立学校 一年可以用掉一万块钱 好那他有他的好处 就是说 这因为这个钱owner 还是一个就是说父母 通常是父母是owner嘛 他还是每天这个仿错的 他也没有什么收入上的限制 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因为像比如说 刚刚Coverdale 你income他收入太高 你基本上就是不能够 不能够扩了反 那529他没有收入上的限制 但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你今天拿钱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是 educational purpose 要不然的话 他有一个10%的 tax的一个penalty 那另外的话 拿钱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 你把这个钱放在这里的话 如果我的小孩子以后 比如说我的小孩子 以后的说他去上大学 那挺好 这个钱可以拿来用 但是如果比如说 他去UC LA Hopefully 他也念不到UCLA UCLA是非常好的学校 但是我说 假设他跑去一个 LA这样子的地方 男家没有车 就像牛角一样的 他买车的钱 那不算是educational的purpose 那当然另一个事情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 我的小孩子跟我说 哎呀妈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创业才是唯一 我觉得上大学没什么用 你看这个 Mark Zuckerberg 也都quit的那个学校了 如果是这样子 他决定不上大学了 其实这个钱就卡在那里 要么我们拿钱出来 会有一个penalty 不然的话呢 这个钱就卡着 卡着 没办法用别的purpose 所以他的这个用途 就会比较单一一点 那还有所谓的7702A 这个就是说 cash value laughing insurance 那这里面就是说 所谓的储蓄线 那他有他的好数 他没有任何的 使用上的一个 就是说限制 非常classical的 那他也没有contribution的限制 因为像前面几个 通常大部分都subject to give tax的 一万五千块钱 这样子的一个 give tax extension的一年的额度 那他也没有 right 那他有很多的好处 就owner也有这个control啦 然后他有税上面 非常好的好处啦 然后拿钱出来 也没有什么penalty的一个问题 那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身体还是要够健康的 如果不够健康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是不能够qualified right so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所以selffunding的话 其实有不同的option 那他各自有各自的pros and cons 那其实也是要看家庭 那我也有客人 他们其实是做529的 也有客人 也有很多人他自己是选择cash value life insurance 那你说当然说 我今天就是帮小孩子 开一个小小的乌玛账户 让他感觉一下钱怎么用 给他存点零用钱 那也是可以 但是overall来讲 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放钱在哪里 那是for什么样的purpose 我觉得这还是挺重要 所以overall来讲的话 如果说讲到教育金的一个consideration 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其实你有很多选择的 你只要早早开始 早点存钱 safe early就行了 但是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上来这一个讲座 most likely你的小孩子 可能已经比较大了 也许是六年级以上了 那你的小孩子 11岁到16岁之间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赶快存钱 safe fast 那第二个事情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怎么去重新配置您的资产 让您拿到那个助学金的机会 能够能够增加 当然小孩子如果说16岁以上的话 那这个就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资产的重配置 就变成一个是planning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说您是要申请 比如说您的小孩明年秋季入学 那要申请basna的话 10月1号就开始申请了 所以您现在是 现在是9月20号嘛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开始加紧 好那consideration的话 通常就是我们会去考虑说 这个用途的一个弹性程度 然后他有没有一个税上面的好处 以及我们拿到那个助学金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一个planning的重点 就是说我们收入的部分 growth income跟实际上taxable income 是不是同一回事的 如果能够做一些planning 能够把您的income structure 做一些调整的话 那这个部分对于申请到助学金也好 或者对于您省税的目标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另外所谓的asset跟nonasset 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些重新的配置 让您把一些钱从asset 上到nonasset去 那这样子钱还是您的钱 但是整个您的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 就不是就会降下来了 好那我想最后我以这一个图 作为一个总结 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财务规划的时候 college funding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 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为了要能够提高我助学金 所以我们夫妻来离婚吧 那我想这并不是一个best planning strategy 那不要就是见走偏锋了 通常来讲我们是overall要去看一下 不管是说有没有足够的一个protection 包含就是说资产的一个保护 你说的living trust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做了 retirement 我说我今天我为了小孩子去上大学 我不能够sacrifice我的退休 要如果sacrifice我的退休 说以后小孩子长大啊 他也不见得会appreciate 那你可能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要conceal 那包含就是说投资的部分 审税的部分 我想这是一个大项 尤其我刚刚提到了 如果您的收入是比较高的话 tax planning 或者tax所谓tax scholarship 也就是说 我因为能够审税留下来的benefit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benefit 那这样子的resource 就是一个很好的让小孩子去上学 以及as step planning over我想这不是一个single goal 它是一个overall的一个planning 所以是要全体考量的 那反正说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这个请大家就是说可以扫码 那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一个新学友 帮大家办了一个就是升学规划群 那可以大家可以在上面有一些交流 或者这是我的电话 那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一个能够有这个机会 共享盛举 那我就把时间交还给Suna 好 感谢基尼这个宝贵的资讯啊 希望大家呢可以意识到 自己存在的一些知识盲点 那么呢我鼓励大家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进我们的家长群 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shareworld.org 跟我们约一个免费的一对一的财务资讯 因为财务资讯也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